是車禍嗎 氣爆嗎 警方接獲報案趕到現場 因為這裡深夜竟然疑似發生氣爆以外 事情發生在30號凌晨4點多 桃園一間燒烤店 店家因為慶祝開幕營業到深夜 沒想到員工收拾時 卻因為不明原因發生氣爆 消防刀場時火事已經撲滅 屋內兩名人員臉部和四肢 都有多處燒烤傷 索性送醫後已經沒有大礙 但看到現場仍是一片狼藉 破碎桌椅撕散各地 玻璃和木板也因為爆炸 噴得滿地都是 除不了解氣爆原因疑似 是因為員工更換瓦斯時 不慎外泄導致意外發生 但確切原因 還是要等待火吊人員進一步理清 弄坡了